就是讲李鸿章和中国朔前年之变局 那么当然李鸿章那是属于这个 属于这个晚清史近代史 属于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题目 都熟悉的人物 就是可讲他的东西很多 就是 大家各位可能也是从过去 在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的近代史研究 和一般性的宣传当中 可能大家也都看到过李鸿章的一些形象 那么在在过去这些年当中 也有正面描写过 比较正面描写李鸿章的 像十年前的走向共和 那就比较正面的在讲李鸿章的这个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么一个一种贡献 那么当然在更多的时候 李鸿章给我们整个当代中国人的印象 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对吧 我们讲的几个大的这种 近代史上几个大的条约 到着说就是从信守条约 之前的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之前的 这个还有什么中法 1884年的中法条约 1884年的中日条约 都是李鸿章签的 大概李鸿章一辈子可能签了差不多 有三十几个这个 就是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条约 而这些条约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被我们解读成呢 叫做什么 就是这种不平等条约 因此呢 李鸿章呢 在很长时间在我们的历史学的研究当中呢 就作为一个非常负面的 这个卖国贼的形象来来处理 但是各位可以要 就是我再先讲一下 就是各位可以注意到一点 就李鸿章这个形象呢 完全是二零年代以后 就一九二零年代之后的中国民族革命发生之后 才这么回溯起来的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 在晚清在李鸿章去世前 去世后一直到清朝结束 李鸿章的形象在清朝的历史当中记录 那是那就是非常正面的 就没有人去追究他这个什么 像我们今天讲的他的卖国了 这问题就没这么讲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清史稿 也可以看我们将来编的 这个国家清史委员会编的 这个相关史料 当然现在出版的最大的就是李鸿章 全集国家清史委员会出的 大概定价就是两万八千多块钱 大概这么这么多 说大家可以从那边看了 就可以看到和和我们过去所认知的呢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正面的一个一个一个李鸿章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我们讲起来 可能就比较复杂化 就是说可能可能我的一些说法呢 可能会使有一些先生可能会觉得啊 马来说你这讲的是不是太极端了 怎么给他说这种 这说的好话了 那么我讲的当然我讲的东西呢 我肯定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 跟我根据我去阅读史料得出的心得 如果哪个地方呢和各位的认识呢 或者有冲突有有这个差别的话呢 大家就姑且听着 或者后边呢我也会留点时间呢 大家在讨论 对了有些问题毕竟历史吗 我是多年来我一直讲历史学是所有学问当中主观性最强的 这历史学都没办法去没办法去像自然科学像去验证 我们是不可能就我们不可能把李鸿章叫起来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 你没办法给他去验证 没办法验证的话 这只能说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可以有个李鸿章 都可以有个中国近代史 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阅读自己的经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 根据自己的经历来体会来想象 因为这个东西你没办法了 那么我想的当然不能是很盲目的去想象 就是你要去看相关的李鸿章的这种文献 比如你读过李鸿章的全集 当然大家各位可能读这个是不可能了 太大分量太大 总共40多卷 但你如果读过几本关于李鸿章这种这种作品 可能会慢慢的对我讲的呢 会有一种认同 有一种接近 当然我也不敢说我讲的就是绝对的真 因为我就刚才讲的历史学是主观性色彩最强 谁也不敢说 我说的就是真的 就我们自己的回忆 我们知道我们昨天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想描述出来 都相当的困难 何况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我做的事情我说了 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孩子听了就讲 可能你这个讲话还有点偏差 还不一定对的 那么这种就是可能我们靠自己的这种知识经历去来往回验证 那么当然李鸿章一辈子呢 就是他是他是1823年 1823年出生的 1823年出 1823年的2月份 杨丽2月份 农历呢 正月错误 杨丽呢 就是这下个星期 杨丽就是2月的15号 农历呢 就是正月错误 那么他现在历我们已经是 已经是多少 已经是马上就200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样就是他在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去世呢 是在1901年 新主条约签订 就进入20世纪之后 新主条约签订的那一年 去世的时间呢 好记我们学历史都会都会有个记这个日期的办法 就找一个相关日期去记 就是10月革命那一天 11月1号 4月7号 说这样的就好记他 就 当然他历史的革命 差了好多年了 就是他的日期就11月去世的 那么他这在一个漫长历史当中 他所经历的事情是无限的多 就他留下了那么多的作品 留下了那么多的这种文献 那么他的旁观设计他的文献也很多 那么现在国内外关于他的研究也很多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年出版的有一个 是一个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中国人 本来原来是个是个自然科学工程师一类的 一个一个老先生 几年前去世了吗 他在退休之后就专门去编一个李鸿章日谱 就把李鸿章的活动一天一天的编下来 那么这本书呢就这么厚 就这么厚 这个大本书呢国家出版社这几年 把他从台湾的版本当中引用过来 那你可以从那种文献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他一辈子这个经历 那是一天一天给他排下来 一辈子经历的事情无限的多 就我们去讲晚清的历史 真正就能够和晚清历史共识中的 大概可能只有这么两个人 一个就是慈离太后 一个就是李鸿章 只有他两个人呢是在这漫长的这个大转型过程当中 两个人从头到尾都经历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他们介入政治生活都是在1860年 他们退出舞台 李鸿章是1901年 慈离太后呢是1908年 那么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和近代中国大转型当中 共识中的只有这两位 共识中 其他的你像公亲王 1898年就去世了 那光绪皇帝也很重要 但是他等他的近代大转型时期 他整个生命就38年 那么他阻止政治到他去世 时间非常短暂 曾国藩呢是在近代中国起步的时候 是重要人物 但是他在1871年就去世 说真正能够和这个大转型时代能够共识中的 只有李鸿章和 曾国和这个什么 慈离太后 那么李鸿章在国际上 所以赢得的声誉 也是远远超出我们今天想象的 因为他说他是在政治上 持续时间影响力太大 持续时间太长 从1871年开始 1870年开始做支离总督 兼北洋大臣 后来兼北洋大臣 支离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是说已经在掌管了整个中国的一大半这种 这种权力 特别是支离总督 北洋大臣又负责的外交事务 那你可以讲就是从1870年开始 一直到他去世的30年当中 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大事件 而都是由他来处理 都是由他来负责处理 这样的话我们看了 他在这个晚清历史当中 甚至我们可以讲在整个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当中 李洋章的地位我们怎么股价都不都不会过分 所以我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李洋章和他的时代 我大概基本上我就想这样来断定他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就是中国历史上 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 有两个姓李的大概相当于宰相级的这个人物了 开篇的就是李斯 结束的时候 地质时代结束的时候 就是李洋章 这两个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呢 非常相似 李斯呢 是引导中国从一个诸国纷争的这种状态 走向一个国家统一建构地质 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对李斯有很多批评 就李斯推动了这种地 这个君主专制的这种特别是 特别这种言习 这个言论管制的这种 这种这种最严酷化 都是李斯干的 都是李斯在做的 就是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他在推动整个中国的形成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的形成 那么无论如何我们要推到秦朝的历史上 推到秦始历史上 我们就 不能不估计到 李斯在辅佐秦始皇的过程当中 他的贡献 那么更不要说到后来在这种统一措施当中 像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写的写的这个写的这个汉字 那汉字也是经过李斯进行这种统一 统一了之后 慢慢使六国的文字 慢慢成为一个 就是今天我们传下来的这个中国文字 那么在其他制度方面也有很多的很多建设 大概我们讲 帝制开篇 就是李斯 那么在帝制终结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讲帝制终结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当中国面对西方的时候 中国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就是就是在欧洲发生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就是终结皇权 推崇民权 那么我们中国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中国人其实一般意义上也是了解的 也是知道的 但是中国在观察了很久 中国也没有启动这一步 但是这个过程呢 你可以从我们在研究西洋革命的时候 我们就往前去回溯 我们就可以往前推呢 就中国人在这个很漫长的过程当中 也在想着中国也要走向这么一条路 走向一个就是西方国家的大概一致的路 就近代中国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感觉到非常明显 就不论多么曲折 不论我们遇到多少困难 中国人不论遇到多少困难 他在这一点就是文明的转型和他的世界化 是不可改变的 就当你面对西方的时候 中国人最早就是中国 我们讲两千年一千两千年的时候 中国面对一个和自己本土文明完全不一样的 印度福教的时候 中国很快也把印度福教接拿过来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这种冲突 有文明的这种冲突 福教进入中国从两汉之际一直冲突到 这个就是唐宋之交 前后我们就算了大概有800年的时间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等到唐宋之后 这个印度的福教就不叫印度福教 就叫中国福教了 从中国再传出去的福教就叫中国福教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文明就中国文明 它本来就是一个什么 就一个对所有的东西都在充分的包容和吸纳 因为如果不包容吸纳的话 大概我们今天的中国文明 还只能局限在黄河中下有那么一个小地方 所以在在孔子时代 中国文明的这种 它的周边周周长也是很小的 那么这样它就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扩充 但是当中国面对真正的西方 不是印度这个西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中国在面对这个西方的时候 我们大概现在能够推导到的时间 当然前面讲的很多了 像汉朝的时候 中国也已经和罗马帝国有过联络 唐朝的时候 中国也到西域 也和这个西方有联络 元朝的时候更不得了 元朝本身就是横跨欧亚大陆 但是真正中国作为一个王朝 和西方国家发生这种关联呢 大概我们今天能够算的 可能一个是宋代 一个就是明朝 那么宋代当然它是比较比较典型的 就宋朝宋朝的历史 我们今天也可能低谷了 宋朝历史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包容 非常非常那种宽松的 一个宋代的这种政策 的状况 宋代唯一没处理好的就是周边安全 就周边安全如果当时处理好的话 宋朝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度 大概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 他的他的繁荣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和世界贸易体系建立了一个 建立了一个 一个依赖性 国内经济依赖性非常强的世界贸易体系 这个可能今天我们不去讲那个 讲那个就是古代的历史了 就各位可以去注意到这方面的阅读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但是当真正在蒙元王朝之后 又和中国发生关系呢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应该在明代的中晚期 但是明代的中晚期 西方因素进到中国来 就是西方因素在1500年以后 开始进入中国来之后 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是接纳 稀疏 消化 拒绝 再接纳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你可以 大家可以 今天也没法展开讲 但是我们可以讲个大概了 就是明朝中晚期 来了以后的西方因素 在明朝的架构下 大家是接纳的 因为明朝也是一个 一个这种 西凶很开 很开阔的一个大帝国 他也是对西方的东西很接纳 当年到这到这来的像 李马斗了 这一波 一波 包括现在可以看 还有扫后的像那个南怀人 这些人 这些传教士 后来都有的死在北京 他们的现在 他们的现在这个遗址 墓地还都在北京 能找到 那么这一波人 当时传过来的西方的文明的东西呢 中国人是接纳 就觉得 中西之间可以建构一个 比较一致的 这种文明形态 可以重构一个新的中国文明形态 就和印度佛教进来之后 最后重构的 宿明理学 中国新文明形态一样 就可以接纳过来 那么如果按照那个路走 中国文明 可能到今天为止 应该是差不多是150年 到现在应该是600年的时间吧 那么可能中国文明面貌和现在很不一样 但是他不信的是什么呢 不信的是在 满洲人入关重建了大清王朝之后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 就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联中断了一段时间 就对西方的接纳 没有像晚明的这个历史延续 就是继续这么走下去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点走了弯路 但是文明呢 并没有完全中断 就是包括我们讲的就是说 雅面的能之前 中国和西方之间并不是说没有来往 17世纪中国最最伟大的建筑 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建筑 就是被烧掉的 后来被烧掉的圆明园 那么圆明园就是说 17世纪是世界最伟大的建筑 它的主要基调 就是西方因素 就是西方原理因素 那么这才表明 西方的东西和中国呢 仍然在沟通着 但是他不信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 在中国最繁荣的时候 中国没有解决好 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 我们去注意 我们去注意 在潜龙朝 这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 但中国经济可能有 历史上有两次最好 比较好 最好的时候就 一个是宋朝 两宋之交 那是中国经济最好 另外就是潜龙王朝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 和它的力量都最好 但是恰恰就在最好的时候 中国没有有意识解决和外部世界的关联 那么这样后来就不幸就发生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之后就1842年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五口 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中国 外国的商品开始进入中国 这就这种进入呢 又不像鸦片战争之前呢 是通过握扣走私的方式进入 而是通过一种合法的五口 就是广州 上海 这个福州 泉州 宁波 这听我这几个口岸呢 来进到中国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中国和西方之间发生了关联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1842年中国和西方发生关联之后 但是中国没有借这个机会呢 迅速的走向一个西方道路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注意到当年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 魏远 湖南 湖南人魏远 魏远在这时候就写作了一本就是海国图志 那么这本书可能是我们近代史开篇当中最伟大的作品 那么这个作品当中 他把世界描述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情况 他都有很好的描述 他这种描述的是希望什么呢 他希望中国人能够接受鸦片战争的教训 能够发费为雄学习西方 他甚至建议呢就在林泽徐销毁鸦片的地方 在虎门利用西方的资本 利用西方的技术 利用西方的人员 办一个特区 来生产中国所需要的西方的这种物品 气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帝国 太大了 那个战争呢 给中国导致的损失 我们现在我们的历史描述 好像是南京条给中国带了损失 如何如何的 影响如何如何的大 其实当时对整个清廷的财政 构成的影响非常小 那么非常小的表明一个什么呢 表明战争结束很快就忘了 很快就觉得无所谓了 就是老大帝国就这样嘛 他觉得这个事情又过去了 因此我们过去的前辈历史学家 蒋庭福 他就有一句话 他讲了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 中国就错失了20年的这种改革时间 中国在这20年当中 没有能够借着就是家务战争 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教训 迅速走向学习西方的路 而是在这种昏昏额额又睡着了 这一睡呢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20年过去到了1860年 那么1860年我们知道就是1860年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英法联军 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来 当然这个故事也比较复杂 这故事也不是今天我们能够能够展开的 因为那个他涉及到涉及到和北京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如果将来有机会呢 我也可以专门讲讲这个 因为这个我也是早些年 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研究 那么这一次他改变了一个什么东西 只有这一次英法联军 他才使中国的历史 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转变 那都转变我过去写文章我讲 现在中国的这种进步和改革 每次都是伴随着什么 伴随着失败来变化来发生 没有失败就没有改革 这个就是我这个结论说 我这个结论是我从研究 我们从研究1793年 马加尔尼到中国来之后 一直到我们当代的历史 你都可以去看 我们每一次改革 每一次进步都先是有失败 才有改革 那么这里表明什么呢 它表明中国文化的本身的这种 这种保守性 你表明中国文化存在的 它确实存在的一种 一种这种惰性 就并不是一种 一种像这种很主动型的 就是去追追目新东西 那当然在这保守性 失度的保守 其实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文化来讲 它并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过于保守 那你可能就很难 那就是像展露物家 你措施 甲片大人之后 你措施了20年的发展 但是这一次呢 就是等到1860年 英法联军的事情解决之后 中国真正在英法联军 打败之后 中国人有一个重大的决心 这个决心呢 就是也是使我们这今天讲的主人公呢 就开始出场了 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结束以后 中国政府就清政府 和英国 法国 美国 俄国四个国家 就签订了北京条约 那么这个北京条约呢 就解决了什么呢 解决了之前半个世纪以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联问题 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从1793年 英国人 马加尔尼到中国来的时候呢 就希望 中国能够对世界开放市场 能够让外国的商品 技术 人员 资本 能够比较自由的进入中国 那么这中间中间发生过好多次的这么一个 就是冲突了 矛盾 但是目标就是这么一个目标 就是能够拉中国进来嘛 但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拉到早十年前 我们终于加入世贸组织 就是我们和世界可以说在一个体系下 在发展了 那么这个事呢 等到就是一到了1860年的时候呢 才真正解决 就是中国从此开始 才和世界发生关联 这个关联什么意思呢 一个就是允许外国公使 进驻北京 在那之前 中国和外国没外交的 中国在那之前只有这种 这种就是说朝贡国家 这朝贡国家 到中国来朝贡 朝贡完了之后就走 中国也派这种册封石到这些 帆国去 但是去了之后 回来 也就是外交 就是那个不叫外交 那叫中藩体制嘛 中藩体制下的这种朝贡贸易 但是我们看1860年之后呢 中国和西方就开始建过不一样的体制 建过的就是个什么 就是真正近代国家的这种关联 就是开始互相派公使 派公使 那么第一第一波公使很快就1861年3月份 就进入北京 就住在 现在各位可能都不太不太知道了 当时的就是 就住在哪 就是天安门东边的那个东郊民县 东郊民县的就是 就是最早的这个外国公使 外国公使的这个居住区 他们一直住到了1900年 得到一和团战争结束以后 他们才重新的在在换那个地址 在扩大扩大地址 才从那有的是搬出去 那么这样的话就中国在1860年之后 才开始拉近了世界体系 那么中国也从那开始呢 向世界去拜 去判这个什么 派公使 开始学习西方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李鸿章呢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出事 1860年开始 那么他这个时候出事呢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南部中国发生过一个大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也是导致中国晚清历史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平天国 就太平天国一 一把五一年在广西起义之后 他们就很快迅速发展 从广 连网 往湖北 湖南湖北走 再从湖北 瞬间而下 就到了 到了这个南京 但是我们去看 太平天国就是说 他是一路这么征战打到南京之后 他就很快就控制了整个东南地区 但是一从 从1853年 54年开始 开始控制了东东东南地区 一直到1860年 英法联军结束 他们仍然在东南地区可以控制住局面 太平天国 那么清廷的财政收入 在当时很重要的财政收入 就在东南这一带 那么这一带都被太平天国控制住 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1850年代的时候 清廷的军队建设也不行 我们知道清廷的建设 清廷从满洲人数关以后 清廷实际上 我们今天去研究清朝的历史 他的财政的这种 这种税收制度 非常的低 非常低之后 他就使清朝的没有能够真正养成一个有力量的国家军队 所以我们可以我们我们过去都讲好旧社会如何如何的 好像是这种这种税高了 税去把人民生活困难 税很高了 什么东西的 但是我们真正去研究的话 其实这个历史的发展什么 是越到当代税有越高 因为什么 因为官僚体制在积聚性增加 清朝明朝 他这种官僚体制使用 因此他对税收呢 没有那么很重视 另外他也没有养成 去养那么大的军队 所以我们就讲我们讲清朝的清朝这个这个军队叫八旗 就我们就骂八旗说没有力量 八旗是什么 八旗到后来就完全沦为地方这种 就是象征性的在维护一下治安 他真正就等到这个战争 就是后来经过英法联军之后这种战争之后 清朝都没有真正能够建 建过很强大的军队 我后边我会 我们会讲北洋 会讲那个淮军乡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仍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 那么就庞大 那么这里边当然就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太平天国出来的时候呢 就清朝没有力量去镇压他 没有力量镇压他呢 就在这个1850年代时候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开始反思 原来的这个就是军队体制可能有问题 就靠八旗这种东西不行 这个时候呢就清朝就开始 一看到就整个东南都被太平天国占了 就是允许一些有公民的这个官员 能够返回家乡呢 去办什么办团练 办团练的和这个太平天国去对打 那么就在这样一种释放政策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历史发生的变化 那么前面我们讲就清朝 清朝军队少 清朝的军队少 他更重要的还有一条什么呢 就他始终没有敢办军事的权力放给汉人 就是清朝200多年中间的这个满汉之间的这种心结 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真正化解 都没有真正化解 满人对汉人这种不信任 汉人对满人的不忠诚 这是一个是一个什么互为因果的问题 我自己的早几天我在写这个神中山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晚清历史为什么那么复杂化 就是满汉之间的心结一直没解约 那么这样子但是面对一个这东西要死 还是要活的问题 满洲人终于允许汉人 回到家乡里去招兵买马去办团练 那么这办团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中央允许你去招兵 去训练军队 去打太平英国 但是中央也没有钱嘛 就像我们这20多年的改革 就给你政策嘛 就可以让你去办 但钱你自己去去解决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就曾国藩 这些人呢就离开北京就回到 家乡 当时李鸿章呢也已经是 也已经中了进士在北京 已经在汉林院了也认知了 那么李鸿章在这个国在也就在1850年的中期 也就跟着一个安徽的一个高官 所谓高官也就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司局长嘛 也就回到安徽去办团联 曾国藩呢回到湖南办团联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慢慢的就在 湖南和安徽呢就生成了两个地方武装 一个就是乡军 一个就是淮军 当然在这里面在这整个打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呢 李鸿章又慢慢的又去 本来他就是曾国藩就是他的老师嘛 他再去带着带着在安徽召集的这个这个军队 再和李鸿章呢也结合 就在这样呢等到等到就是太平天国 就等到这个英法联军 事情结束之后 那么清政府终于可以集中权力去对付太平天国 那么就在这样一种一种政治大关键点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大一个变化什么呢 怎么能来收拾这个太平天国 我们当时这几十年了我们把太平天国的就从 当时这不是最近几十年了 实际上从晚清晚清的就是汉人革命开始 从孙中山开始 已经慢慢对太平天国有这种正面的描述 但是今天的太平天国正面描述的同时呢 最近若干年也有学者提出新的质疑 就是太平天国可能是个落后的政权 从1880年的开始 那么大学者像冯友兰 小学者呢更多了 就是质疑太平天国的震荡性 但是不管怎么讲 太平天国对晚清的政治架构来讲 他是一个是一个敌人 对清清来讲他是个敌人 那么怎么能来解决太平天国 为什么太平天国战斗南京之后就不动 他北中也好 北上北伐也好 都是一种象征性的 但是他就就是归宿在精灵里面不出来 他南京里面不出来 当然我们看着现在看到很多东西 洪雨全在这个南京里面 那么就完全用一种一种就是很浮化的生活方式 但是他外面的在南京之外 在整个安徽江苏浙江 中国最富的地方都是太平天国的军队在 在控制住 那么这北方的问题解决了之后 当时主持朝政的公亲王 他就在就在想 我们怎么能能解决太平天国 那么太平天国政界在哪呢 一方面是刚才讲的清朝本身的军队没有力量 另外一个方面什么呢 就是太平天国控制住了南京城 而南京城当时被控制住 南京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是一个容易守而不容易攻的地方 特别是他一个 一个一个这种巨大的 江面 使军队 使攻击的军队 没有办法攻到 城里面去 那就是过去毛泽东 试试讲究胡锯龙盘嘛 那么当胡锯龙盘 我们也知道 当然等到等到现代战争的时候 那就根本没有这个力量了 日本日本军队 日本军队打打南京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就打就把它打下来了 但是太平天国的时代呢 就是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清政府不能攻下南京的唯一的原因 就是没有自己的海军 没有水师 当时还不能叫海军 没有水师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上 就俄罗斯的公使 俄国公使呢 就给给宫兴王提个建议 说现在已经西方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英法的这种外部隐患解决了 现在你就心腹之患就是太平天国 那么我可以帮你 就是俄国人可以派水师来帮助宫下南京 宫兴王当时就有点想犹豫想同意嘛 但是这个消息被英国公使知道了 英国公使就很快告诉宫兴王 你不要接受 说你如果接受了按照现在的国际 惯例国际公法 俄国人有权利控制南京若干年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你一起让俄国人控制控制这个精灵 你还不如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的交给 让红尼全控制了 那么这样就英国讲说你不要去做这种冒险 让俄国人帮帮助来来打这个太平天国 但是应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发展自己的水师了 说后来我们去讲整个洋务运动 讲1860年之后中国发生的这种工业化变革 他最初的动因就是因为战争 因为要打南京 要打南京又不能用外国军队 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建构自己的水师 要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工业 说从1860年开始 宫秦王1860年底宫秦王就给清廷写了一个叫善后六折 就善后的六点建议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 发展水师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使中国的面貌 从1860年开始因为这么一个原因就在发生变化 这样我们看曾国藩李鸿章 都在这么一个就打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 在聚集性的呢 在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 那么曾国藩最早就创办了 在往东下的过程当中就创办了叫安庆的军窃所 就在安庆就开始建了一个兵工厂 李鸿章呢在江苏在上海也建构什么呢 建构叫江南什么精灵制造局 后来衍生出来叫江南制造局 江南造船厂就是现在的后来江南造船厂 那么他就制造这个轮船嘛 这就制造轮船制造武器 那么这样的就是他使什么 使这种就是轻轻推动的洋务运动 他就有一个外部的动力就因为战争 因为要打太平天国 那么这个种发展非常快 就是中国的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用最近20年中国经济 那么迅速在20年当中我们就从原来 各位各位年龄 大概都体会到就是我们可是从最短缺经济状态走出来的 我们我印象当中 我们在北京我印象当中 六四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在那个时候去买买肉的话 好像还要票了嘛 还有个短缺经济状态 什么都很紧张 但是我们仅仅释放了20年 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今天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回从今天的经验去看 清朝的中晚期 1860年中国开始从政府的这种视角 开始向西方学的一种 很快的 很快的中国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济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么李鸿章曾公泛这一拨人呢 在这过程当中就推动洋务的发展 那是贡献应该说非常巨大 那大大成功呢 因为太平天国仅仅在洋务运动发生了第四年头 太平天国就给干掉了 1864年太平天国就结束了 之后李鸿章呢 再用了一段时间去 打败太平天国的渔部 和太平天国有关联的就是免军 免军嘛就在就在这 安徽湖南这个交界处的一些这个 那么用我们今天话讲可能就带有这种反正就是土匪性质的了 就之后这么一种一种地方武装 就把这把年把免军在给平息之后 中国的政治已经回到了一个正轨上去 剩下来就开始沿着这个已经发展的轨道 基地发展 我们可以注意到就经济这个东西只要一启动了之后 它本身也有惯性 那么也有惯性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只要领导人能够适度的把握住这种方向 特别在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还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可能有复杂的这种产权关系 那个时代又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 你看李鸿章在主导的就李鸿章和曾国藩他们在主导的洋务的时候 他的产权关系非常简单 金正佛想建构想建构一个什么新的设施的时候 比如想开一个矿山 想修铁路 当然铁路后来没修起来 想开矿山 那么就想开矿山的时候就怎么办呢 我没有钱 没有钱嘛就 采取一个办法 关渡商办 所以你看李鸿章所主导的洋务起步 都是从关渡商办走 关渡商办起步 那就有点什么 有点像我们过去这三十年来 我们最初没办法说 那就让民间资本自己去发展嘛 我们就看到什么乡镇企业也好了 还是没好 就是 他可以抽到资本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资本 控除到白狼嘛 就是洋务运动最初起步的时候 就是国家中那种控除到白狼的办法 去诱导民间资本进入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洋务这种政府的残忍嘛 等到洋务发展到中期后期之后 政府也开始慢慢剥夺商业资本 让这种民间资本商业资本 慢慢的慢慢就给就给退出了 就成为一个官僚资本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就是 洋务运动的三十年 是中国的面貌根本改变 那么这种根本改变就是 从一个原来纯粹的农业型的国家 终于在这三十年的建构出来一个自己的基础工业 就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就中国原来是一点都没有呢 原来只有外国一点因素是我们只能到哪去看到 只能到广州的能看到就十三行 广州一股通商嘛 一股通商广州四三行 那个地方是有一点西方的西方的这种洋房了什么东西 只有在那看 但是等到洋务到发展到1890年代的时候 在整个中国范围内 中国人就发生了这么几个巨大的变化 我有时候讲的是四个字 一时住心 有时候讲八个字就一时住心再加什么生劳病死 一时住心生劳病死的方式 都在这三十年发生了变化 在那之前中国人呢 就是长袍马瓜 穿的就是长袍马瓜 真的有体面了 不体面的下层社会的就 那就下层不穿吗 冬天嘛 也穿个土布的就行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1860年代 1880年代 90年代 那就是穿的发生很大的变化 吃的也在发生变化 住的也在发生变化 因为近代城市开始发生了 特别像1860年之后 1860年等到天津一开放 1860年就是 北京天津天津就开放了 北方开放三口 天津 牛庄和登州 这三口开放最成功的就是天津 天津用十年的时间 等到李鸿章做支离总督的时候 仅仅开放十年时间 天津就成为北方的一个大港 成为国际航运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港口 那么这种发展非常快 面貌 中国的面貌就发生变化 那生老病死也在行方式也在变 生比原来更科学了 就他已经开始有西方进来的这种接生的技术和这种 这种卫生条件 死也在变 因为在这几个中心城市当中已经有了公墓 那我们现在社会实力研究 那这个变化就是过去几千年没有的 就生老病死 一世住行都在变 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就是曾国藩 李鸿章 公金王 左宗棠 这一代就后来我们被历史学家讲的叫做什么 通光中兴 中兴大臣 就同志光绪年年的中兴大臣 就他们贡献就这么大嘛 就推动这个国家在进步嘛 但是我们就仍然可以回过头来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就中国为什么这种进步 没有随着经济的进步而导致去导致整个国家的真进步呢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中国为什么在同时或者比日本还早了几年去开来那个洋务运动 为什么后来就和日本拉出这么大的差距 就中国日本成为一个西方的一个市的这种一个强国 中国在增长的同时呢 没有能够发生这些变化呢 没有发生日本式的变化呢 那么我们刚才是肯定承认李鸿章 曾国藩有贡献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讲了 李鸿章在中国不进步问题上 他们是同样也负有责任的 他们的责任什么呢 他们的责任没有引导中国走向全面的改革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而且中国的洋务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 给出的这种口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口号 中学为体细学为肉 因为当时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是就完全全面的西方话 去学西方而是什么呢 学西方的好的一面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大家都讲中国文明很伟大 那想像日本呢就全面学西方也做不到 他就是当时就给出一个说就学西方的科学技术 学中国所没有的科学技术 但是仍尽管这样 在当时清廷最保守的一部分人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 就当时保守到一种什么很极端状态 有点像我们现在现在我们现在网络上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种很极端的言论呢 就是不能全翻新化了 不能什么东西就讲那些东西 我们注意到就1867年 中国的发展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时候李曾国藩李鸿章也在推动呢 就是说派遣留学生了 创办同文馆了 创办同文馆就学习西方的这个 学习西方的培养学习西方的人才嘛 就是专门有点像不像的新东方嘛 就专门学外语嘛 学外语之后在翻译西方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就是大臣们建议 说应该开始学习西方朔学的这种这种专题班嘛 学西方的朔学专题班 我们今天已经不够这问题 我们今天的朔学那西方因素太多了 那种什么几何都是从西方过来的 我们现在不会认为这个东西是西方西方的 但是在1867年 就因为要不要学西方的这种朔学 就能在大臣当中去发生这种 很正儿八经的争论 那么这种环境当然就是说一个保守的环境 它固然使中国呢是进步的阻碍 但是也可以讲呢 李鸿章这些大臣们 对世界的认知还是有问题 就他并不认识到呢 中国需要一次全面的改革 所以我在研究李鸿章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呢 1860年中国开始学西方就变化 1867年的万国功法就进入中国 就翻译成中文进入中国 中国在外交活动当中就必须参照西方的因素 西方的这个法律来处理 1871年的时候 李鸿章的最重要的幕僚 马建忠 就在欧洲给李鸿章写了一个万言书 写了一封长信 马建忠在这个时候就告诉李鸿章 就说西方国家的富强 它背后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 它背后有它制度的因素 有它文化的因素 因此他建议李鸿章就是要推动中国的全面变革 才能使中国的墙大 增强增大 如果仅仅现在就学着那种尖船力炮 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荣 没有制度化的改造 中国可能还不行 那你看马建忠在187年就意思了 但是李鸿章呢 李鸿章就没有办法推动 但是后来等到中国打败了之后 和等到1894年打败了之后 1895年到日本和伊藤博文谈判的时候 伊藤博文也说 多少年前我也告诉你 你们中国的改革应该全面改 你怎么那个时候你就答应的好好 你就是不改呢 不改你现在才落着这个结果 那李鸿章这时候也是满腹牢骚 李鸿章就讲 那中国是太大 中国的保守力量太强 因此没法推动 但是我们去研究李鸿章整个经历 没有办法推动和你没推动 应该是两个概念 那就说你根本就没推动嘛 你在驱从于什么呢 驱从于这种发展 驱从于压力 其实我们去研究呢 我们今天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 都能够回算当年的这种发展状况 当年的发展状况 它导致的结果实际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我们经济学现在 经济学现在普遍讲的呢 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经济体 当你释放向西方学习的力量 向世界学习的力量的时候 你的发展最迅速 因为你占有一个什么呢 你占有一个后发优势 因为你是在模仿别人嘛 我们的后发优势 在这最近三十年当中 我们也体验出来 后发优势 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模仿嘛 我们三十年来模仿最成功的 就是高铁 现在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总理整天忙着就推销高铁 这是我们各位如果注意一下 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当中 我们最成功的对世界的模仿 就是这个技术 各位还记得就在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 中国和德国和日本都在同时谈那个高铁技术 高铁引进 我们当时本来是准备就是引进德国 引进日本 能够用这种引进的办法 但是就在谈判过程当中 谈判过程当中 我们慢慢我们就模仿了 我们就模仿了 现在日本和德国都远远被我们给摔了 那么这里面 从学术的层面来讲的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后发优势 就是后面我发展的 我可以超越你 这是一个后发国家的优势 但是后发优势 它会导致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没有变革其他东西 我反而能够迅速增长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所以我不要再变革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近代中国到今天为止 我们是两次变革 两次都面临这个问题 今天也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说 我们现在这两年争论 这两年吃世界的争论 大家可能如果注意这个 注意这个网络 注意传媒的媒体的都会注意到 我们现在我们要不要继续去变革 我们不能变革 因为我们过去发展很快 对吧 这就是把原来的后发优势 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后发烈士 所以从这个观点 我们去回望当年李鸿章的1870年代 在处理这个向西方学习的时候 真的是中国错过了 借着经济增长 社会变化的机会 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 这个东西是确实是他们这一代政治家 应该是承担责任的 如果在1870年代 在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好的时候 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 那肯定不一样 这种全面改革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至少应该做到同时代的日本 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体制 发生这四个变化 那么看李鸿章这个时代 李鸿章在处理这个问题 政治上 中国的国家 从1860年学习方 一直就没有得到一次根本的改造 国家的政治架构没有改造 但是我们注意到同时代的日本 日本1868年开始学习方式之后 明治文献之后 他上来就改造国家 改造什么呢 非凡直线 把重新把全国的行政区 划分成几个大的行政区 这是政治上的改革 之后在社会层面 废除原来的贵族体制 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这是日本 在军事上 日本也是通过这种顶层设计 对全世界进行这种充分考察 之后选择 德国 作为 他的军事发展 一个追求的目标 作为陆军 海军 他的目标就是 选定 英国 那我们中国看李鸿章这一代人的话 那对军队这种构想就没有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过程 走到哪算哪 我们一直到后来很吃很吃时间 我们在这种大方向上就没有 那么更重要的一条 我们再讲就是当年一个重大时候 就是教育的改革 教育的改革 是最明显 而且这一代人 这一代政治家是必须承担责任 因为你去注意到日本在1868年变革之后 日本通过国家行政体制的再造 建构 全新的建构这种近代教育体制 全国八个行政区 是八个这种国立大学 真正一场西方大学 大学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但在整个东方的没有 我们东方的都是原来就中国的科举体制 那么科举体制下当然就有书院 但是书院不是近代教育制度 我在最近这些年的研究当中 我是不断的讲 我讲中国古典的书院 从那个唐宋之际开始发展起来的书院 它就是一个科举辅导基地 就是专门为科举考试 办的补习班 但是我们大家都那么明白 都那么明白就认为呢 中国古代教育以往 书院不是最好的教育吗 各位去注意到 明清时期全国尽是考考尽是最高的江西 他就因为他的书院最多吗 明山大船里面都是他的书院 而且书院都是封闭式教育 封闭式这种管理 在他复读 之后他考的尽是最多 但是我们去看呢 等到1860年 1860年的中国学西方 日本学西方 日本建构近代国家 曾国藩李鸿章这一代人干嘛呢 他就没有想到像日本一样的重建国家的教育体制 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当然讲 我我我我说我研究历史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这种善意去体会他 那为什么曾国藩李鸿章没有能够去建 像日本这样去改造建这个近代国家 即近代教育呢 而是选择了一个什么呢 选择了去改科举呢 那你我从好的心情去想的话 他们就觉得 建构现代大学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需要国家财政很大的支持 因此他认为呢 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就认为呢 通过变革科举的办法 通过改科举考试的内容 就应该能够融入西方的因素 大家可以去注意就 改科举在1860年代改的什么呢 就改命题内容 像我们现在说我们高考 我们高考改个改的改去 最后我们说 那就是老实在内容上在敲吧 那时候挑选 那就1860年开始命题 科举考试命题开始命什么 不能原来从四十五经当中找题目了 又开始命题了 英国为什么强大 法国为什么发展 就讲这种实证题目 但是这十年时间一黄就过 当中国就在混混合合度过十年时候 日本的近代教育已经成型 日本的近代教育 全国设计个这种国立大学 每个府之下是高等 这个这个什么高 这种中等教育学校 每个县在设 我们中国错到什么时候 我们从1860那么错了三十多年 我们真正在重新起步走这一步的时候 就到了1898年的时候 我们在1898年中国的政治变革 戊虚 rash变法 戊虚变法的头一条 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 那就是在追慕什么 二十多年前日本人做法 在北京建立一个京师大学堂 学务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示范 再有高等教育示范 再引发各个省 创办一个 这种高等学堂 再有各个府 再去创办一个中等学堂 再有各个县 创办小学校 小学堂 那么这种做法呢 全面推广起来 到了1901年 到了李洪章去世的那一点 新政开始 新政开始 才真正在全国推广高等教育 那么这一错过就是 三十到四十年的时间 说我讲 我讲近代中国一来 这种这种近代化的变化 都是在一一这种分分秒秒在计算 但是我们近代两百年的历史 我们几十年一晃就错过 一晃就错过 你看我们四九年之后 我们混混合合合错过了多少几回 说这个就是 我们不去研究这段历史中呢 我们觉得哎呀 人类历史非常漫长 但你想象从孔子到现在 到我们今天 也不过就两千多年啊 两千多年 如果一个人活到一百岁的话 就是也就 二十几代嘛 就这么就这么多 就是混混合合合一晃就错过 那么 曾国藩李洪章这一代人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可以解读的一个 一个这种案例 那么李洪章当然在中国发展当中 有贡献 有责任 那么中国当然在这过程当中 也被他们引的呢 确实发生更大的改变 这我讲到在这种失误上面 但李洪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也是我们今天 在研究他时候 也应该注意就是说 给他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公正的看法就是 他确确实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试图引导中国走向世界 慢慢和世界一致 所以李洪章这一代人 他们的想法就是 一定能够 包括后来他的他的这种 就是政治对手像这么 像这个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 他们这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都其实都在想着一个问题 就中国要和世界一致 要让世界各国都能够 以平等的身份看待中国 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追求的都应该是这个目标 我们不能追求和别人不一致啊 我们应该追求和世界一致 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 这大概可能就是 李洪章曾国藩这一代 引导中国进步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样就是 李洪章在处理这个对外关系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讲的几个 大量的问题 那么在处理对外关系上 李洪章的后来的失误 也是由这几个重大事件构成 但是他的贡献 也是在这几个重大事件上 什么意思呢 当中国在1860年面对西方 要转身学西方 洋务运动之后 中国的外交体系就发生一次大的调整 就是从原来的没有外交 开始有外交 1860年就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 就后来简称为总理衙门嘛 那么这样的就是总理衙门出现之后 总理衙门一方面统领 全国的洋务事业 另外一方面呢 也在管理着中国和诸国的外交 和各个大国的外交 和周边这些 就是说原来的藩国的 调整成这种近代国家关系的外交 也有总理衙门在处理 但是李洪章这一代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 就怎么能从原来的中藩体制当中走出来 怎么能够从这种中藩体制当中退出 建构一个和西方和世界的一个这种近代外交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洪章这一代人 没有足够的这个 这个这个理论 也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后来中国问题 中国研发出来的中法战争 中日战争 就其本质来讲 都是处理这个中藩体制的后遗症 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些中藩国家 我们原来注意到就是中藩 这个中藩国家和这种藩国外交 它一方面是中国文明对外扩张的一个基本的方式 就中国文明原来扩张就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把这种周边的周边的这种 孔子画讲叫一下画一嘛 以中原中原的这种主流文明不断的去影响周边文明 影响的周边文明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偶然的因素 一个特殊的环节 周边的文明就进来了 就进到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了 中国文明就在这2000年当中不断的扩张 那么你可以看到的 等到1860年中国学西方的时候 中国有多少藩国呢 中国有按照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有40多个藩国 那当然再早的时候可能还大 我们去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已经到了非洲的东岸 实际上当然我们现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人很多 也得出不少看法 但是我们我个人去去分析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扩大化的一个藩国体制吗 那么这体制就当时是中原王朝 他就用这种办法向周边去辐射 一个是文明的这种辐射 就中国文明当时在整个远东 整个亚洲 它是确实有典范有示范性的功能 那么在这把这藩国可以拉住 那么藩国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方面是中国文明有待于 有待于开辟 有待于进来的一个 一个这种文化领地 另外一方面呢 从中原王朝的这种战略格局来讲 藩国也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这种巩位中心的一种功能 因为他有国防功能 他有国防功能 那对对于这种王朝的中心区域来讲 他就起到一种保卫的功能 他起到保卫功能 但是我们看1860年之前的两次战争 1840年的鸦片战争 1860年的英法联军战争 两次战争都证明什么呢 都证明藩国对中原王朝来讲 已经失去了国防的意义 国防人就没意义了吗 英国人打第一次这个鸦片战争的时候 英国人就没有从这个藩国出现 就没有经过越南经过泰国经过这种中国的这种周边国家进来 而直接从海路就来了 因此当时是中原王朝是清政府 就觉得这个藩国要这种劳民伤财的和他维持关系 但是他最关键的时候又没弄 他没弄的是因为敌人不从这来吗 这就是中国的这种战略格局呢 就开始发生一个调整 特别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的这个就是英法联军的战争呢 那更是这样子 英国法国的军队联军就一万人 一万人就从南方打到北方 长去之路 最后从天津 这个登陆 打到北京 进到北京 那么这种他是中国人是中国的统治者 又在想着翻国的功能 可能不是原来这种农业文明状态下 那么有用 那么由于有这种很实用主义考虑 特别中国文明本身就这个实用主义的这种体制 这些我们这个我们当代还建在李泽厚先生 他对这个中国文明有一个最本质的分析 就是实用理性嘛 那么这种实用理性导致的就是中国人在这种不经意间觉得可能没用 没用我们就把它慢慢慢慢就觉得就给边缘化了 那么这个历史的在1860年之后的历史 这些翻国怎么怎么慢慢脱离中国的 我们今天很难复原了 就像我们第二次又出现这种格局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复原了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建立的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这种 当时叫什么穷朋友小朋友和女朋友吗 对吧 当时一个很庞大的一个 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过去清朝明朝的时候 翻国体制嘛 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 阿尔基利亚 资本主义的菲律宾这都是当时中国的朋友 但是我们注意到当中国转身改革自身发展时候 我们这些朋友都慢慢的都脱离了 就但是这个过程怎么脱离的就和1860年怎么脱离的一样 我们也搞不清楚 这种脱离毕竟说哎呦不来往了 不来往了不要记录的了 只有来往才记录吗 不来往就不需要记录吗 因此历史就没办法去搞清楚这个东西 究竟怎么脱离的 但是就在这种脱离过程当中 中国的外交就衍生出问题 那么我在这些年研究当中 我讲 当时清廷应该最明白的就是 当然当时没有这种很很好的这种 就是这种智库了 没有能够像英国有这种殖民地 有这种殖民地部 来专门去研究怎么从殖民地撤退 英国 你看英国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 他撤退之后他都和殖民地保持一个没有发生这种冲突性的关系 他和澳大利亚他到现代为这种总督体制 加拿大都的总督体制 他仍然和殖民地和这种殖民者还能够发生某种程度的关联 那就是他们有充分的这种研究 包括我们看英国人从香港撤退 他对香港的整个这种处理和布局 远远超出我们中国的 在传统体制下 我们从这种翻过撤退 我们就没有什么撤退 没有什么安排 就结束了 结果后来导致的就是这一系列结果就 近代中国几次大的变形 大的这种逆端 都和这件事有关 都和中国从中藩体制 走向一个近代外交 没有找好方向有关 那么那第一次冲突在哪呢 第一次冲突 第一次冲突是1884年的中国和法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安排 但是它最早发生的其实就在187年 越南战争是在1884年 最早发生在187年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 只是在十年的时间 中国的中藩体制就面对问题了 187年就说 就是日本就踢出了琉球问题 琉球原来是从明朝开始 从明朝昏五年间就是中国的藩国 但是我们今天也必须承认了 琉球在明朝的中期以后 也是日本的藩国 就是一夫是两夫吗 这也是我们过去历史学校讲的 一夫是两夫的琉球 那么琉球在这个时候在日本面对日本明治伪新的改革之后 日本非凡直线 日本当然看到他统一的改革要求 你是我的藩吗 那么你是我的藩就要改成线 但是琉球和其他的藩不一样 琉球说我还有一个老板呢 大清我还是我老板呢 我不跟着你走 因此琉球呢就在187年面对日本要求改翻直线的时候 日本就要求清朝 你能不能帮我不跟着日本走 不跟着日本一起改革 我还保留我这种琉球王国的体制 那中国在这时候洋务运动第十一个年头 中国面对这个问题说 也没有充分的研究 也不能像这个什么像智库 真正有真正意义上智库去研究多种可能性 没有的 总理亚本就说 这事情你们还是谈判解决 我爱莫能助 我们从188一点之后 所以我们今天再讲什么琉球在意了 我觉得就没多少意义了 当时人家是明明白白来找你了 当时清朝的就是我没有办法 爱莫能助 那么这样从1871年开始 琉球问题发生 一直到九年之后 1779年 琉球就正式被日本合并 就成为后来的冲绳嘛 但再后来到二战时 又发生其他问题 那我们就不 我们是 但是后边历史了 但是就在19世纪晚期 琉球引发的问题 没有引起中国统治者 没有引起李鸿章这一代人出国重视 而这件事就李鸿章处理 李鸿章当时就治理总督 北洋大臣 就他处理 他就没有去处理好的问题 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那么不知道也没有去很好地去研究 提供这种各种选择和方案 就中这种办法就是就就就就排除了 那么他这种一排除呢 他导致一个结果什么呢 他导致一个就是我们去讲 他导致的两个后来的后果 一个就是台湾问题 一个是朝想朝想问题 就琉球慢慢都从那里面引发出来的吗 这都是李鸿章直接处理的 那么到了一八七四点 一八七四呢 琉球的人 有几十个人 大约是六十个人 四十个人 到了台湾去 到了台湾去之后 就被台湾的这个就是 台湾这个就是 当时叫野人了 其实就是说这种文明程度 还不太高的这种状况吗 就台东了 文明程度不太很高的地方 对中央文明还没有充分接纳 充分吸收的地方呢 就给吃掉了 给杀了吃了 那么十九世纪杀人吃的话 这个东西太正常了 就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的二十世纪的时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们我们也有 也有的 这当然不是已经已经越来越 越是个案了 就到了文革时期也出现过 文革当中出现过 一九六零年的三年 特殊时期出现过 文革时期也出现过 就这个呢 就说的是人类最残忍的一面 就人吃人嘛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流球人到了台湾去 这个事情发生一户 紧接着就面与一个这种交涉 那么这种交涉 李鸿章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日本人就 找到天津 找到李鸿章 找到北京 找到总理衙门 说 这个事情 流球是我的 输果 流球被你们台湾人给这么 给这么 杀了 那么你们是不是得赔 得给流球人赔钱呢 那么李鸿章这个时候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怎么处理呢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讲 这个事情啊 不是台湾的 我们管的那一块人 而是台湾这一部分 生人 没有我们中央文明教化的这部分 他就推卸责任嘛 他认为这种推卸责任 我可以 我可以不去赔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一下子就陷到一个陷阱里面去 那么这样就意味着什么 台湾大概这块生人 这个地方就不属于你大清国的 后来台湾问题的地位问题 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冲突 这是引发出一个 一个原因 另外关于琉球 那么李鸿章这一代人也没有想到 这才是1894年 才刚刚立三年前 1871年 琉球人来请求中国 仅仅三年时间 那么为什么中国 李鸿章这一代人就默认 琉球不再是我的藩国了 那就是你承认日本代表琉球来这种逃公道 是一种震荡的 那这就是这问题就来了 那么琉球后来被合并 被日本吞并 那就成为一个名正言 因为他替他打暴武兵 中国在这过程当中 没有履行原来这种 这种宗主国的责任 而且把这个时候 也要把这个问题给弄扭掉了 那么这是1871 1874年 当然我们知道1874年 这次也很关键 台湾问题交涉之后 导致清廷一个重大的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的是后来就是 也是一件一件事情的 就是他的英国关联 因为日本到台湾去 去征伐 派了几千人 为了为了 逃到这个什么 琉球人给琉球人逃公道 派了几千名海军到台湾去 那么一下子就引发中国马上 那我们 未来怎么能保卫台湾 怎么能够把台湾 能够真正有效控制住呢 从这开始 国家力量也开始不一样了嘛 洋务运动已经发生十几年了嘛 国家也有力量了 从这开始就 李公章就建议 建构 南洋 北洋和东洋 建立三支海军 那么这样就是同时就在 这三个海军在1870年 因为台湾问题慢慢引发之后 就开始建 那么他建议得到实际上 等到 等到 后来扫后 他就把除了南洋 继续做的之外 其他的慢慢就 就都集中到北洋来走 因为他整个财力不具备嘛 财力不具备 就慢慢集中 就在李鸿章的 统领的 北洋大臣下面 就建过了北洋海军 那北洋海军就是我们知道 他就从那开始慢慢从当然从1860年 洋文运动起步就是建水师 就建水师 之后 福州传政局也是从那开始慢慢慢慢发生出来 等到1867年之后呢 中国开始向西方 慢慢也要去派自己的这种海军留学生 187年的政治将派起来像 延夫啦 那一代 就是家务战争 这一代的海军将领都是1870年代初 由李鸿章他们负责派到西方去了 这都李鸿章在做的这种贡献 就派留派这个留学这个就是海军的 当然同时也派下留学这种 其他的这种自然科学的 就第一批这个什么那个那个 又通出国留学都是李鸿章 曾光亨他们这一代人在1871年开始动议 回头慢慢慢慢就是这个 就这发展 但是我们去讲究的在外交上 讲的在外交时候就由于没有处理好 这样一个中藩体制这个架构 琉球就慢慢丢失 台湾问题慢慢凸显 中国的外交呢 就从原来的中藩体制走向近代外交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处理和周边的关系 和西方大国的关系 反正是慢慢建构起来了 你和英国法国 美国这时候也出来了 和俄罗斯 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并没有发生大的障碍 当然1860年的我们可以知道 1860年的就是英法联军的时候 是确实发生过 现在我们中国人也是很痛心的一个 就是这个什么 乌苏里江的一栋 就是俄国人 这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我们今天网络上 这是意见很大的 其实这段历史 说句实在的话 是我们后来的宣传业问题 我们没有讲清楚 1860年 这一块土地 为什么给各国人 我们没有讲清楚 我们后来就是在我们中书 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片面的讲了一个问题 结果现在引发了我们在网络上 根本就没法 没法理智去讨论的事情 但这都是 这都是那一代外交出现的问题 就从中藩体制 向现代国家转型当中 没有办法去处理它 李文章在这里面 当然责任非常重大 责任重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往后慢慢处理 也在调整 也在调整 当这个发展呢 发展到了 就是说中国已经对周边的藩国都不管了 都不管在藩国 也同样和中国一样 也面对西方资本的压力 也面对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压力 那么这个国家自己慢慢慢慢就像中国一样 就没有和中国联合一起转型 所以后来我研究的时候 我讲中国当时如果仍然继续充当盟主 引领自己的藩国 一起和西方向西方学习 那后来结果是什么样的 后来结果肯定不一样 但是我们中国就失用理性 反正也入不到你了 我就不给你来晚了 结果这些小国家慢慢的自己都必须要接受西方 接纳西方 因为资本技术是一个不可拒绝的东西 我们今天中国人不能理解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能理解贸易自由的原则 我们到现在不能理解 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同时我们现在本身就面临着问题 我们不能理解贸易自由的原则 这是我们过去没有资本外出版出出口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震荡 贸易怎么能自由呢 贸易怎么能自由呢 资本怎么能自由呢 自由都能够起虐我吗 但是我最近我们开始面临着问题了 因为我们的资本已经向世界逆出 我们就面临问题啊 我们商品也面临问题 资本也面临问题 那么其实 商品的自由流通 贸易的自由原则 应该在某种印象来讲 应该是人类的天赋权利 那这样才能理解 就晚清这种格局当中 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有限度的 有选择的 有保留的学习希望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住整个东方国家 原来跟随中国的东方国家 所以在这转型过程当中 向南部中国 南部中国南部的这些翻过 都在1870年 1880年 慢慢的就和西方接纳了 接纳之后 当然有很多小国 和中国不构成的要害关系 我们就不经意间 就都不知道他怎么转呢 他的历史们都搞不清楚了 像现在又比较 这个什么 到了中国人视野当中的 像缅甸问题 泰国问题 柬埔寨问题 这都是当年都是中国的藩国吗 那么最厉害的就是越南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 越南就是中国的南大门 越南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好 我们一百多年都没处理好 我们没处理好 才使我们后来衍生出了很多问题 衍生出了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最近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南海问题 这些年代讲的南海问题 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 近代化的发展出 中断了中国文明原来的扩张进程 原来扩张进程可以看到 我们就看回到西汉看 西汉对越南的这种 当时的感觉什么呢 当时都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 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甚至到了宋代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什么宋代的时候对海南 都认为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冲军嘛 都冲军到那去 但是他说文明的进展什么呢 文明就在这过程当中 你如果这个地方 你得到不断有所关照的时候 他慢慢就内卷化嘛 他就成为你的一部分 所以后来我讲 我们可能中国文明最遗憾的部分 就是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 没有能够坚守中国文明 原来对周边所释放的这种向心力 和他的优越性 如果这些周边这些藩国都不脱离的话 那很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很自豪的讲 这什么 贝加二湖一南 南海一南 都是中国的 都是中国的 因为这种文明的在增长的过程当中 它的周边就在扩大嘛 那就是南海问题 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内湖了 贝加二湖一南 可以看看这个版图多大 当然这都是什么 这我 我不是一个大民族主义者 我就觉得 我在讲一个历史 他这里边就是历史 政治家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他就使历史发生了这种多样性嘛 多样性的变化 那么越南在这过程当中 中国没有办法 他的汉化程度越来越高 等到1884年时候 越南的汉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他随时都可以进入到中国这种主体部分了 结果中国没有办法去处理 没有办法和越南构建出一个新新型的关系 就是新型的中华关系构建不了 近代国家关系构建不了 越南就面对法国的压力 法国的压力什么叫 法国的资本 法国的技术 要进入越南 那中国怎么办呢 越南怎么办呢 越南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去注意到所有的藩国 对中央王朝都出现至少是两派 两派势力 一派势力是有天中国的 一派势力是反中国的 都是从来如此 包括我们很快要讲的像朝鲜问题 李文章处理朝鲜问题 也这样 朝鲜问题本身就是有清华的和反华的 越南也得这样 那么越南在这时候出现问题之后 那就马上他就面对一个 一波人要求和法国合作 一波人要求继续和中国结盟 但是中国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的选择 就是我能不跟你结盟就不跟你结盟 我能够自己干就自己干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实用理性的主导着自己的政治 我建设我的本土最重要 建设自己本土吗 我们只有说本土问题解决了 自身问题解决了 我才能顾及别人 那就缺少什么 缺少中国文明原来所拥有的这种天下主义情怀 就对整个世界有种普 有种普遍性的关爱 说了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等到1884年 越南的问题就逐步的这种上升为 中法之间这种对抗性的问题 那么对抗性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很公平的说呢 这个战争要打起来了 要打起来就是李洪章的处理 总体来讲 李洪章的处理 细节我们可以各位可以去看看 一般的教材里面都会提到 李洪章处理呢 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 还是比较卡当的 那么卡当在哪呢 这些可能一般教材不需这么讲究 他的卡当在我看的在哪呢 第一他愿意履行宗祖国的最后责任 就宗祖国的最后责任什么叫 帅有道罚无道吗 我应你的要求 你说中央王朝 我这种追你为藩主 那么多年 那么我遇到这种事情 你总要帮助了 那么清政府李洪章就派兵呢 派兵去帮助越南 那这个时候如果越南的主导力量 如果不愿意和法国人合作 不愿意和法国人合作 就不让法国资本进来 不让法国这种商品进来 那当然也可以是个结果 但这个结果其实不符合 不符合世界潮流了 那么可能就是和世界潮流相悖 那么李洪章就是派出派出去的这种 风子残了 黑气军了 到了越南去打这种履行宗祖国的责任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李洪章实际上在处理越南问题的时候 还是很注意 就是越南本身的态度 最后我们其实你看打了一次 正南关大劫之后 李洪章实际上采取的是放弃战略 那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打了 我履行了宗祖国的责任 我见了这个责任 但是越南要脱离中国 要脱离中国的这种藩国 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那也没办法 那就说 等到1884年各位去看 李洪章和法国公司所达成的这种 关于越南问题条约 李洪章后来多少年之后都自豪的讲 这应该是很得意的一个条约 我们当然批评上 我们后来很多史学家批评上 那这个条约等于就是放弃了越南嘛 但是李洪章又很得意的什么 李洪章在处理家务战争 问题是这样 家务战争如果不是一般人乱搞的话 他就和越南一样嘛 几十万你可以搞定 几十万你搞定了 其实后来就是越南战争 越南这个中华战争打完之后 法国没有让中国赔偿 战争就是 这是后来李洪章认为 这是处理最得意的嘛 等到家务战争打到 朝鲜丢掉之后 李洪章完全可以采取这种越南模式去处理嘛 就中日之间战争可以结束 朝鲜让他和越南一样 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1894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但是越南这个时候在1884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讲的 李洪章这个处理 有他的就是各种这种模糊点 但是总体上来讲 还是让越南走出了一个自己的 你自己去怎么走 但是这一次之后呢 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这种就是这种关系 就完全变了 就过去的这种漫长的这种中越之间的交流 慢慢可以从中国的这种就是周边的这种文明 进入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那就慢慢变了 所以我们现在到越南去旅游 你就注意到了一方面越南保留的浓厚的中国文明的遗憾 另外一方面呢 已经加入了非常强烈的法兰西文明 那么当然到了南部越南去的又增加了后来几十年的美国文明的部分 因为他里面包括那种混血儿 你可以看就知道 就知道 这应该是法国的混血儿 那应该是美国的混血儿 就他这个国家呢 就慢慢的反而往西化走得更远 他也是我们今天中越两个国家 两个你看都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两个在当代这个政治当中走的路径相当不一样 今天的越南越南共产党和中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不理解 说都是共产党 为什么越南改革走那么远 我们中国的改革那么难 其实我们去研究的话 越南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文明意义下的越南共产党 他已经注入了很多法兰西的文明和美利坚的文明 对他这样的话 使他使他内部的这种就是说 他这种共产党的因素就不像我们中国那么这么一种一种状态 大概这样我们去讲 1880年代处理这个越南问题 当越南问题的处理之后呢 仍然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个伤筋动骨 他不是伤筋动骨 就是南部边陲丢掉了 南部边陲丢掉 今天我们讲的很悲情 但是对当年来讲 对当年的清真无大惊王朝来讲 那为啥不是甩掉一个包袱呢 对吧 因为他当时他就说觉得就是就像我们毛泽东时代 我们那么多周边国家 那么那么多这种穷朋友 今年他要一点钱 明天他要点钱 我们当年援助给这些国家 那你现在不过来往了 就像人和人之间 我老是救助你 你不过来往了 哎呦我终于轻松了 不要再这么想着救助你了 一个道理 我们文革时期最困难的时候 我印象当时我都有印象 我们支持什么阿尔巴尼亚托拉基 我们在农村里边 我们本身都还没有托拉基 没有这种这种什么机械化了 阿尔巴尼亚就是机械化 因为当时就是帮助他在建了一个什么 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吗 对吧 但是等到后来 等到邓昂平改革开放之后 那二八年不给咱们来往了 那咱们的领导人心里边想 哎呦你不过来往幸亏了 我也好了 我不要操心这个事了 但可能就是说统治者他本身想法 他会这样来想问题 那么这样实际上在1880年代 中国就面临着一个自身发展的机会 那么这个自身发展机会 当然也是和周边的解体也有关联 1880年代在中国发展方向上 一个是政治改革没有推动 没有办法 不知道往哪方向走了 特别当1880年代 这个时候经济增长又那么迅速 经济增长迅速 就像刚才我讲的时候 慢慢反而在证明了 我的这个体制架构非常好 他也缺少了改革的动力和冲动 就没有这种改革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怎么在发展他的军队 他发展军队就是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在越南战争之后 中国的军队面临一个大发展的过程 一方面呢 就是海军的架构 已经很成型了 海军架构很成型 就在这之后不久的几年 1888年 北洋海军就宣布正式成军 北洋海军宣布成军 就是1888年 就在这一个时间点上 做过这个时间点都不对 都不能这样说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 北洋海军就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也就是世界第七大海军 就北洋海军 24艘战舰 1888年 他确实很强大 而且这个强大还可以用内政来比复 来这个来证明了什么呢 来证明就是 由于他很强大 由于国家发展的很好 我们注意到国内政治这时候 今年就在那一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一太后在连续执政 28年的时候 1888年 28年 四一太后就提出不干了 要让他的这个这个儿子 过继来的儿子光继皇帝 17岁就让他继位 这是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这个这个几十年的这个 就是阴谋史观导致的 对四一太后也不会这么讲 他怎么能有权的人 怎么能想去放弃权力呢 我想这句话说法都是说法都是 没有过权力的人才想的 我怎么能够放弃权力呢 对吧 那四一太后要放弃权力 一把八把那放弃权力 是在历史上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 那么我后来的做一个综合研究 就是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个问题呢 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太好了 北洋海军成军的时候 按照最初的规划 就是让四一太后到舰艇上去巡视 就戴上白手套 就通这么好了 就招着手了 结果后来还被海军内部的人呢 就是还是迷信嘛 这个女的好像还是不行 最后就找着理由了 什么风浪大了 什么晕船了 反正老太太也不叫老太太了 也好也好蒙他嘛 因为他基本上就不出工嘛 就基本上就在就在这种就在北京城里面嘛 也好蒙他 那么就最后没有让他去检约 是让让他的什么 让他这个婆家弟弟 让他叫他叫他叫他 就那个说 纯亲王 让纯亲王以海军大臣的身份 代替他去去检约海军 那这个就是海军的发展在1880年代 确实国家有力量 就使他突如很大 发展也非常好 同时在这过程当中 1880年代 也发生就是说 西北地区的这种 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的这种外交危机 中国也开始发生 就是要构建一个比较好的海 这个陆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等到十年之后打加务战争 中国的陆军都没有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讲周中堂如何如何伟大 我们讲的收复什么新疆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周中堂所用的军队 还是原来的没出乡军这个体系的一种旧军队 因为什么呢 不是他的武器问题 而是军队的整个建制不对 军队的训练不对 中国的军队真正走向改革 中国的陆军真正走向改革 是等到家务战争打完 袁世凯到小战去练兵 那才是真正是中国近代军队的这种近代陆军的发生 近代陆军发生 这就在1894年黄海大战打完之后的一个月 公亲王接受德国人的建议 就让袁世凯到 不是袁世凯最初是那个什么胡玉芬 那胡玉芬去到小战练兵 一年之后就让袁世凯接任 就这个时候才是中国陆军真正的近代化的开始 所以1880年代就是海防 色防的争论 左宗棠在西部地区发展的这种军队 都不能算了是真正近代国家军队建立 那么这里边就是总和其他来讲 中国的外交事务 中藩外交事务 中国整个洋务运动发展事务 我们能够总结的教训 对李鸿章这一代人能够总结的教训 究竟在哪里呢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 缺少世界适应 对世界不了解 我们注意到 日本在改革 确定改革方向之后 日本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级别非常高的 就是部长级的代表团 到欧美国家考察了两年 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发展规划 政治怎么发展 经济怎么发展 军事怎么发展 教育怎么发展 他是在这种全面改革的基础上 全面思考的基础上 来推进的 在一步步推进 包括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 日本怎么处理 国有资本 私有资本 最后的国家形态 应该资本形态是什么样子 日本人都有充分的考察 我们只要去读一读明治伪新的历史 你就知道 日本是这个原因 但是中国李鸿章这一代人呢 李鸿章等到什么 等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 才到日本去过这么一次 还专门去签约了 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第二年 复协 1896年呢 才到 欧洲 美国 去看一圈 那么这一圈回来之后 就导致后来的变法 这个我等下我会论述的问题 就是过去没人讲 变法和李鸿章这个观察有关 但是我们看 李鸿章是真正意义上 晚清 第一个到西方去的这种高级别官员 但是我们去看 如果李鸿章这次出国之行 能够提前三十年 不至1896年 而是1866年的话 那会是用什么样的格局呢 那就完全不一样 那就是他对西方如果有一个像日本人那样就一个充分的考察 充分的了解 我们中国的政治架构 经济架 军事架构 包括教育这方面 包括社会发展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一代人我们可以表承他走向世界的第一代伟人 但是他们的见解确实还是太低了 就当面对经济增长之后 马上就产生了一种骄傲的心理 产生了中国文明又优越的心理 所以这一代人就是很可悲的 就是说没有钱的时候觉得我们要学西方 有钱就这样我就不学西方了 对不对吗 你看他这叫中学为题 西学为用中体形容这个口号 1860年的时候 他是对的不愿意改革人说 要改革啊 但是不要担心 改革之后也不过是自学西方的用 不愿西方的体 但是等到30年之后 他们这一拨人再去讲的问题的时候 那是对着谁说的 那是对着想再变革的人讲的 记住了 原来说好的自改 自学西方的 尖传立报 不愿西方的政治架构 所以你看30年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那么李鸿章这一代人呢 就是他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以看到呢 还都说干了这么一个规则在在做 他就没有办法超越 那么这样的话就东北亚问题 紧接着从越南问题中慢慢就转向东北亚问题 这就是李鸿章走向一个最失败的一个结局嘛 越南问题处理完了之后 紧接着就面对东北亚 东北亚之后就剩下就在越南丢掉以后 中国只剩下最后一个反过 就是朝鲜 那如果看着当时处理越南问题 当朝鲜面对面对的危险的时候 那么一样丢掉就拉倒吧 丢掉之后也就不会有马关条约嘛 也就拉倒了 但是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又不一样 就是我刚才我讲的就是中藩这种体制 到了1870年的中国开始学西方之后呢 它确实意义不大 但是对于当时特殊的中国来讲 朝鲜对中国的意义有特大 就包括到今天都到了这种核武器阶段 我们中国许多军人仍然认为 朝鲜是我们的缓冲战略缓冲 后来我讲这种缓冲也就没意义了 究竟是我们的缓冲 是朝鲜是我们的缓冲 还是我们是朝鲜的缓冲 你都搞不清了 其实都没有意义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战争到近代战争都不存在问题 越过朝鲜打到北京了 太简单了 事实上后来也是这样的嘛 后来日本军的1895年不忘北京打 不是因为北京的防务太严密 是日本的战略意图不在此 战略意图不在此 包括我们私人家的孙中山 孙中山就要帮助日本说 我给你打到北京去 日本人还反而不让他打 那么这个里边的问题就是说 问题很非常复杂 但是可以看到朝鲜问题 在越南问题出现之后 朝鲜问题就出现 朝鲜问题出现 我们也必须要站到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大的视野当中来观察呢 朝鲜问题的发生是一个必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本身朝鲜要怎么办 本身朝鲜面对一个西方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 我是打开锅门接纳西方 我还是继续固守 维护我的这种世袭独裁统治呢 朝鲜本身有个选择 另外对整个世界资本来讲 不仅是日本资本要进入朝鲜 欧洲资本美国资本也要进入啊 资本就是说对每一个地方可能赚钱的地方资本都会去啊 就像我们今天中国资本 中国资本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最强大的资本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一个角落 都能见到中国资本 这就是资本的本性吗 马克思资本论 花了那么大的篇幅 就分析他的资本的本性吗 那么这样的话就在朝鲜问题 在1860年的中国 日本整个东方面对西方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就暴露就是一定要有这个问题 但是1866年1868年 法国和美国两次进入朝鲜 都被朝鲜很恨的给打走了 根本不让进 他说这不让进就和今天我们看朝鲜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北朝鲜了 就是这个北朝鲜今天的格局一样 就是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独裁同志 他就是不让进 那么他对他对里边是这种封闭式的这种 就封闭式的这种国家 那里边人根本搞不清楚的 而且对人民来讲 对人民个体来讲 你也不知道世界也搞不清楚吗 那66年68年两次被打走 两次被打走之后 后来美国人就放弃了 美国人讲这个世界上资本和资本格局的地方也很多吗 因为49世纪的这个这个时候还还不像今天已经世界都好了 开发的差不多了 都可去的地方很多 但是日本呢就不这样想 因为日本是个岛国 日本是个岛国 日本明治违新发生之后 日本的国家战略制定当中就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走向世界 要建构一个和西方国家一样的西方国家 那么特别日本经过什么 经过的就是经过自己这种发展 日本最说是想和亚洲国家一起转身 一起学习西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中日关系不好 但是我们讲历史呢 就是要讲那个真实性 一直到1875年前 日本都在给中国的巴结了中国 怎么一起一起一起学 一起学呢 也可以一起向西方要价吗 就西方资本来了 西方商品来了 我们一起要价 也可以对东方后发展国家也有个缓冲吗 但是我们中国的是 就是瞧不起小日本 日本一把六亿的要求和我们通商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西方四个国家达成了建交条约 日本说要求 我们李红章也告了 不逼了 咱们都是禁令了 禁令不需要签字呢 我们就把日本给拒绝了 1861年的时候 1871年的时候 日本仍然要求 你都给西方国家都建交了 你能不能给我们 赏给我们一个 我们也建交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李红章才和公信网商量 说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同意日本 给日本建立国家关系 日本很可能就会转身去找法国 找美国 找日本 找这个英国 如果到那个时候找到他们来再向我们使用和我们建交 那么日本就成为西方的盟友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给日本建交 日本可能就会和我们是同文同种嘛 会有一种亲近感 可能还会成为中国和西方交往当中的一个力量 一个帮手 这是曾国藩 这是什么 李红章公亲王的伟大之处 1871年就是和日本建立了通商关系 时间就是现在外交关系嘛 从这开始 日本向中国派公司 中国向日本派公司 1871年 那么紧接着之后就面临一个朝鲜问题 面临朝鲜问题 我们注意到 刚才我讲究1866 1868 法国美国想进入朝鲜 被打除了 打除了这两个国家都来到 到北京来找总理衙门 到天津找李红章 讲我们能不能帮我们 说你们给朝鲜关系那么好 他是你的这个书国 你能不能帮我们给朝鲜打个招呼 我们进去商品进去嘛 中国政府这就用了四个字 就回绝了帮忙 翻国自主 翻国自主 翻国的外交不归我宗主国管 他同意不同意你进是你的事情 他同意你就进 他不同意你不进 那么我们这种态度呢 实际上是 是没有态度的有态度 朝鲜得到我们这种指示 得到我们这种看法的 很简单的 我当然不让进了 法国和日和这个美国就进不去 但是我们注意 日本可是中国文明 一千年的老学生 日本人在理解翻国自主这几句 这个四个字的时候 日本人和美国人 法国人理解完全不一样 美国人 法国人提到这四个字 就讲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算了嘛 我们就回去 我们不进了 日本在1871年72年 将这个事情向中国人提出来之后 中国人 李洪章和总理 翻国自主了 你们能进去就进 不能进去就拉倒嘛 日本人就确认一句说 是这个意思吗 是翻国自主吗 我们总理呀 能得打成傻乎乎乎 是这个意思 那日本人说好吧 日本人就说确认了 就是翻国自主是你们说的 因此日本人就开始 从这开始就和朝鲜去打交道 和朝鲜打交道 中国朝鲜呢 当然也只处理和英美关系 美法关系一样嘛 也不让日本这个 这个进来 但是等到1875年 也就几年的时间 日本人就应该说 日本人希望发生这种冲突 因为你不冲突是没法交往嘛 1875呢 就发生了江华岛事件 就在江华岛 日本的军队和朝鲜的军队打起来了 打起来 当然应该是 忽悠伤亡 应该是朝鲜伤亡更多 但是日本呢 反而跑到 天津找李鸿章 跑到北京找总理 这个朝鲜打我 你看看你得赔多少 那我们的中国外交 在这时候又是推卸责任 朝鲜打你的话 这个翻国自主啊 你得去找朝鲜赔 我就没办法赔你了 因为他是翻国嘛 我怎么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呢 和台湾问题一样嘛 这样的话呢 就日本就拿着中国方面的这个建议呢 就和朝鲜直接交涉 和朝鲜交涉到了1876年 就达成了日朝条约 就是江华条约 这个条约日朝通商条约 就对日朝日本和朝鲜的就建立了 直接的这种外交关系 也就日本呢 成为朝鲜的第一个建交国家 就近代国家 近代国家当中第一个建交国家 我们中国呢 反而和他不是一个建交国家 我们是中藩嘛 我们始终都 我们到了后来 等到后来很吃很吃时候 我们才和他慢慢去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国家关系 就是加国战争之后了 加国战争之后了 和他不是一个这种近代国家关系嘛 那么这样的演化 就1876年这样演化呢 日本以下的就通过这个条约进去了 而且是李鸿章最恼火的 日朝条约的第一条 就规定朝鲜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那么这中国就等于中国的这种 这种宗主国的地位 就被日本轻而易举的给化解掉了 那么这我们可以看到呢 李鸿章 你现在就觉得这个事情 就东北亚问题非常复杂化了 说东北亚问题 如果这么搞下去 就不行啊 李鸿章在这过程当中就苦思冥想 当然李鸿章的幕僚班底也非常伟大 他的幕僚班底有近代中国最专业的 这种外交家 他们最后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怎么能够让朝鲜重回中国的这种 重回大清的这个体系 而且能够重建和中国和大清的这种密切的这种关系 那么唯一一条道路 就是帮助朝鲜走向世界 让世界大国进入朝鲜 那么看李鸿章这一招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我这些年我在研究东北亚问题 我讲我们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处理东北亚问题 最正确的时间 就在1882年 但是很快这个政策也不出问题 其他整个一百多年当中 我们对东北亚都是不对的 我们把东北亚当作一个要保护的一个特殊地区是不对的 我们把它当作缓冲地区更不对 缓冲地区什么意思啊 你就拿人拿人拿人当你的这种挡箭牌吗 拿人当炮灰吗 对吧 这都不对的 只有1882年把朝鲜看作一个我可以我应该帮助你走向世界 让世界进入朝鲜 让朝鲜走向世界 这就李鸿章1882年就手把手的把朝鲜人把朝鲜的领导者弄到直立保定 弄到保定来 因为那时候李鸿章在保定上班嘛 就直立总督嘛 就现在我们去保定人家可以看到总督府 在保定的就是手把手的帮助朝鲜人和美国人谈办 1882年就达成了就是美朝通常条约 一下子解决了问题 而且美朝通常条约不仅把朝鲜拉向了世界 而且一举解决了原来半个世纪 中国在和西方交往当中的我们一直讲的所谓的不平等问题 比如这种就是关税的不自主 关税所谓不自主就是原来关税的这种固定说法嘛 直白从五固定说法 但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的南京条约和附加条款规定的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 中国人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对 因为随着贸易额的在增加之后 一开始直白从五的时候 因为这整个贸易在中国大清国的这种构成当中 它是个很小的比例 直白从五不要紧 但是后来贸易量逐步增加 成为一个天文说的时候 你还自白从五那外国人赚的太多了 中国赚的太少嘛 就但是原来条约当中没有规定啊 没有规定这种浮动 但是一把八二年李鸿章迟到朝鲜和美国谈判 就明确规定明确 要求这次谈判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问题 中国在将来参照美朝条约 重新修改和西方国家的原来条款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很快就解决 最后这就达到一个就是说 借大欢喜 中国势力重回朝鲜 重回朝鲜的时候 这才真正的哥们儿吗 才是真正的这种领导国吗 就是我的帮你吗 另外就是 模仿着美朝同上条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西方大国 英国 法国 都进入朝鲜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都进入了 那么朝鲜在这从1882年之后 中国重回朝鲜之后 朝鲜就有十几年的这种发展的 这种继续发展的这种时光 工业化 现代化的发展非常迅猛 但是在这里面呢 就衍生出一个问题 因为1876年是朝鲜日本人最先 和朝鲜发生的关系吗 拉着朝鲜往现代化国家走吗 而且日本明治卫星 又是一个近代国家的这种建构吗 那么日本在这过程当中 就觉得一种失落感 说1882年不久 朝鲜就发生 一次兵变 发生一次兵变呢 当然中国军队很迅速的就平定了这个 平定了这个 这个这个朝鲜的内乱 那么到了1884年呢 这就明明白白就是日本 公使又策划了一次朝鲜的这种政变 加审政变 加审政变发生之后 我们后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 很牛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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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叫袁世凯 袁世凯这时候才二十几次 袁世凯率了一千清军 就直接达到朝鲜的王宫 就把日本公使 日本公使带了三百多日本兵 一千多人把三百多人给赶走 赶走 那么就从1884年 中国就有效的控制朝鲜 那么这当然都是李鸿章的伟大和功劳 但是究竟的之后 李鸿章如果能够拿出一个很好的对朝鲜方略 后来的历史也要改写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历史的局限性 李鸿章那一步就1882年这一步是有世界眼光 就知道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之后 李鸿章在面对中国新老政治家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去去办了 老的一部政治家将朝鲜重回了 那就是还是我们藩国体制下的藩帮吗 一部年轻的政治家 像袁世凯 像马建中 像张建 这一部年轻的一代 他们认为呢 东北亚太重要 朝鲜太重要 我们现在已经在朝鲜 重新夺回朝鲜的势力 我们要加紧改造朝鲜 要让朝鲜不经意间成为 大中华帝国的一个部分 袁世凯这一波人就在这样想 当然袁世凯在这十年当中 就是后来 就任命他做朝鲜的商务委员嘛 专门负责朝鲜 就实际上就等于我们 就实际上等于大英帝国这种种族性质的 就朝鲜的内政外交 都得经过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决定 就是成为太太皇 李鸿章在那十年的时间 娶了三个媳妇 三个媳妇当中最厉害的就娶了一皇师 娶了皇师生下的孩子 当然那肯定是遗传因素嘛 就是我们后来的 他那个什么 那个二公子就是袁克文 那是最聪明的 袁克文的儿子就是那个袁家流 就是和诺贝尔奖插肩而过 袁家流的太太就是那个吴 吴什么 又是也是吴建勋也是和诺贝尔奖插肩而过 他这种是这种贵族遗传嘛 因为朝鲜王师也是多少年的王师嘛 教育不一样嘛 袁克文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想好这种 就是近代国家的这种政治 近代政治不懂 当然朝鲜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实的讲朝鲜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国经济都来了 大国经济都来了 是朝鲜的这种发展的确实不一样 等到1894年的时候 朝鲜的这种就发展 已经充分的现代化 应该在某种意义上 他的社会生活比中国 可能有的地方还要好 各个大国在朝鲜的这种经济势力 经济力量 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但是由于中国对朝鲜的使用这种 很强的这样一种这种一种政策 西方大国并不反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西方大国不希望中国 这个什么希望中国对中国有这种不良企图 特别我们现在讲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这个解体 这是对世界的最大的误解 世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中国 他真正期待的什么就中国不能解体 中国要维持一个好的市场 至于人民能不能享受民族 从道义上来讲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关心的 道义上他不能讲我就希望你们独裁 镇压人民不可能的 道义上一定会说 但是近代一来我研究近代史 近代一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对中国最期待的就是你要有效的管住 有效的管住 特别等到十二十世纪初点讲到黄祸的时候 那对中国政府的期待就是你你可不能出乱了 你可出乱了 这个黄祸向世界蔓延 今天的中国其实面对也是问题 所以我一讲那个就有人讲这个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老子想想那个这个分化中国 我说这个错了 自己吓唬自己一耽搁又是几十年 你老子吓唬自己 我们小时候就是讲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结果几十年下来一看 结果人家都发展了 我们还在这还在惦记着 亡我之不死 说这个时间 实际上我们就是历史不去好好去理解 真正去理解就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本质 他所追求的还是资本利益 因此你可以看到1894年之前 西方大国在朝鲜的利益很重 他对朝鲜的期待去市场 是利益 对中国的期待 他不管你是不是中方 他只是要有力量的管制 这就很简单吗 你有力量的管制才能保证他 比这个人发展 但是他这里边就在过去十年当中 积累当中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朝鲜发展过程当中 也是和中国一样 没有内部的政治改良 没有内部政治改良 他就导致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的军队没有现代化 政治没有现代化 那么没有现代化 你就昏昏额 就像我们前面这些年 军队腐败没问题啊 反正你只要管制别出事 经济还能照样发展吗 你有十个岁台后也不过如此 那才多少钱 你和国家比的话 你还是穷人 对吧 朝鲜在这国家拿成这样 政治很腐败 贪腐很厉害 但是欣欣向荣 不出事都不要紧嘛 但是等到1894年 突然出现一个 这种就是农民起义 就农民起义吧 冬学党起义 冬学党起义和我们近代中国的两次大起义一样嘛 一个团战争和这个太平天国一样 都是工业化进程当中被甩掉的一拨人嘛 工业化发展之后 一拨人一失落 政府顾不到他们 立马他们就会造反 这很简单的道理 说我们今天的政府一定要关注这种弱势群体 我是讲 好好要关注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闹事 比那个强势群体要闹得厉害 因为他们没有一无所有嘛 对吧 朝鲜在1894年春天的发生这个冬学党起义 紧接着朝鲜马上就没力量 他镇压不下去 镇压不下去 这个时候李鸿章袁世凯就面对了一个重大选择 就是能不能够有力量去这样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时候 朝鲜政府没力量 没有力量 各个大国都期待着说那怎么办 那如果把我们利益给给破坏了之后怎么办呢 各个大国都希望了 指望着你们那么出品去处理 日本也指望着中国出兵 我们如实的讲日本也是希望中国出兵 西方国家也希望中国 你能帮个忙吗 你能帮个忙就把朝鲜那个事情给平定下去 大家都不吃亏吗 包括几年之后我们看北京的异革团事件发生 我们今天仍然不能理解 就特别我们这种宣传之后 我们不能理解就八国联军到中国来 还有李鸿章后来今天都来不及讲了 后来东南互保 出境怎么回事都是资本的本性 资本的安全 那么这样等到1894年这样一做 等到六月份 日本决定确认同意中国出兵 中国也同意出兵 六月一号中国决定出兵 决定出兵之后 我们出兵呢就派出两支小的部队 李鸿章就派出两个小的部队 就是 聂士诚和叶子超 怀军系统派出2400人 2400人 它是大清国的军队啊 它就发生一个戏剧性的效果 大清的军队当时由于好多年 又没和别人发生战争 军队就像我们讲这个人民节目 你们现在很强大吗 我们没打嘛 没打的话就很强大嘛 对吧 没打就很强大 结果我们这个2400人到了朝鲜之后 那东穴党 东穴党的军队就跑掉了 没了 因为这大清国的军队来了嘛 它一夜就威慑力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朝鲜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紧接着 当中国决定出兵 就在那一刹那时候 日本也决定出兵 但是中日之间呢 在这里面 我去年因为是加工战争 120周年嘛 我写了很多 日本和中 日本在中国出兵之后决定出兵 我们120年来 我们中日双方都讲不清什么原因 我的探讨是什么呢 因为日本看到中国出兵之后 不是说你出兵 我去给你对着干 日本在1882年的时候 就1882年兵变的时候 日本的大使馆 日本的使馆 驻朝鲜使馆 被朝鲜的这种动乱当中的人呢 给烧了 公司给打了 商人也给受伤了 财产都有损失 在1882年时候呢 就日朝之间签了一个 纪物补条约 纪物补条约当中有个规定 就是如果朝鲜发生类似的动乱 动荡 日本有权 去扩大 驻朝鲜的军队 保卫它的使馆 不是财产受损失 那么日本是在中国出兵之后呢 是按照这条出兵 在中日之间的缺少这种 有效的沟通和理解 中国就认为了 你出兵 就是给我 对着干 我们就看了 就慢慢慢慢的 就在这个处理上 就发生问题 当时这个处理 完全是李红章全权处理 李红章全权处理 李红章就也不能理解 这个问题 而李红章理解什么呢 十年前 他和李红章博文 在天津达成一个条约 1884年时候 十年前就和 达成一个条约 因为 这个加审政变嘛 因为袁日凯 用一千军队 把朝前 把这个日本 三百军人 给赶走 把公司给 打跑 之后他们在1884年 在朝前 有一个 有一个交涉 那么这个交涉的时候呢 这个交涉的时候 伊登博文要求李红章呢 要处分 袁日凯 因为你 袁日凯你先开枪了 你进了皇宫 根本就不讨论 上来就开枪 就把这些给拔 赶跑了 当然赶跑之后 却是中国有效控制朝鲜 伊登博文要求 中国方面 要求李红章 处分 袁日凯 那我们的体制 就包括我们今天的体制 如果和外国发生冲突 我们怎么能处分 我们的干部呢 对吧 我们处分了我们的干部 之后谁给你卖命啊 谁给你处理呢 再遇到这 他都不动了嘛 因此 李红章是不可能接受 这个伊登博文 处分袁日凯的 这个要求啊 那么 他扯皮时间很长 最后伊登博文在1884年讲 那就算了吧 那你们给我们一个调查结果好了 就是究竟这件事怎么回事 那伊登博文这一退步一让步呢 我害得我们李红章的老先生 很感动 那中国人有时候诚实的一感动吗 也出错错 李红章一感动 李红章说 哎呀 这是伊登君 这个太太不好意思了 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要给你那个一个承诺吧 说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 我们也一定首先通知日本 这这老头就在这时候 一激动 就做了这么一个让步 日本人和中国就在这种 外交文书当中就记录在案 就如果将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中国如果向朝鲜派军 一定通知日本 日本如果说向朝鲜派军 也通知中国 那么在1894年 十年之后 结果就渐消了 那么这种渐消 李红章理解就是什么 我出兵 我通知你了 结果你出兵 那么就给我对着干嘛 说这个误会从6月出 一直误会到 7月份 都没法化解 那么李红章在这里面讨论 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李红章有没有能向我们今天的外交 其实我们今天外交也可能还会发生类似问题 就应该拿出热线电话 就应该拿出热线电话 直接打给伊藤 伊藤君怎么回事了 我们出兵 你也出兵了 就直接说嘛 结果当年不是啊 要通过低阶层官员 再到日本找日本的低阶层官员 低阶层官员 再向高阶层官员回报 再回报到外务神 回报到首相府 首相府做出决定 再这么用低阶层官员站的 结果这几沟通几不沟通 误会就越来越深 因为下边的这种外交官也在揣摩 究竟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看到一段交往就这样子 那么这就叫中日之间缺少这种直接的沟通 这是我们讲现代外交当中 首脑建立司令感情非常重要 你建立司令感情 马上拿起手机就打一个 哎 好吧 怎么回事 怎么给我过不去 薛良军就拉倒了嘛 对吧 也就化解了 但是误会 不去化解 越急越深 那么这样等到 你看李鸿章去处理 让外国人绕来绕去 让法国人英国人绕来绕去 就是不敢直面日本 而日本就 日本就拉着人家 日本告诉法国人 告诉俄国人和英国人家 你不要管 中国要想让 这个找我 日本都讲得很明白 但李鸿章就是不找 李鸿章就绕来绕去 一直绕到7月25号发生 这个高之号事件 高之号事件发生 我们可以讲 也是李鸿章自作聪明 李鸿章在这处理 一个多月的过程当中 不敢正面面对日本 但是日本的出兵决定 发布之后 日本就按照自己的规划 就在出兵 他这种出兵规划之后 使李鸿章感到非常的恐慌 因为我们这队 进退两难 当时像叶子超 后来我们很多人 讲叶子超不好 叶子超这个时候 就给李鸿章有建议的 叶子超讲说 已经发生这种状况 我们就应该大兵压境 我们应该派十万大军 就日本不是派了八千人吗 我们派十万大军 开着导战军 那肯定是日本也吓昏了 结果李鸿章说 这个东西就不好了 说战争没有爆发 我们派着大军去 这个东西也不好的 李鸿章就有点 不想这么搞 就想通往外交来 窝旋来解决 这外交窝旋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人家这么就拖到7月25号 7月25号就发生高瞬号时间 这个李鸿章自作聪明 李鸿章讲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向朝鲜派军队干嘛去呢 一个是可能就巩固一下 就是我们的力量 因为朝鲜日本派了八千多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随时能不能把我们 已经占了两千多人接回来吗 因为我们我们驻朝鲜的 这个就是 袁凉海都跑回来了 袁凉海都说 袁凉海跑回来的理由还讲 给李鸿章打电报 李鸿章说 我可是大清国的代表 如果日本人把我抓的 不是我的个人问题 这是国家受这种羞辱 他说这种理由 他跑回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朝鲜 住在朝鲜的这个 这个清军 就有个安全问题 但是李鸿章又不敢派 北洋海军去出 所以我们注意到 就李鸿章聪明 反被聪明 如果我们注意就 1874年 1894年 这次高升号事件 不是英国商船 而是中国北洋海军 他的结局 肯定又不一样 那就海军 海军 我本身是有 有这个战斗力的 结果李鸿章租的是 英国商船 那他的聪明在哪 他说第一 我是商船 你不会打我的商船 第二 这还不是我的商船 这是英国的商船 而你们又是 你日本给英国 刚刚一个星期之前 他达成了这种 一个新的 这种跳跃关系 成为一种 很亲的哥们关系 那李鸿章 我觉得你才聪明 反被聪明 他就认为 诸件英国商船 可以保证中国 军队的安全 结果日本 面对这个商船的时候 一点不客气的 要求这个商船 跟他走 要把他拖到 赶完去俘虏吧 但是中国的这种士兵呢 中国的军人呢 又不能接受这种安排 这是我们从南宋开始 我们中国人价值理念当中 形成一个 很扭曲的一个东西 南宋之前的中国 没有这问题 南宋之前 我们可以举这种特殊的例子 苏无牧羊 牧了多少年 牧了49年 但是没有一个人讲他 等他回来怀疑他 说你是不是敌人的这个间谍 没有的 回来就回来 回来照样欢迎吗 对吧 苏无照样没问题的 还有我们蔡文基 蔡文基给匈奴都生了孩子了 那曹操把他接回来 根本没怀疑 你是不是间谍 但是我们南宋之后就不行 南宋之后 中国人价值理念 最不能接受就是俘虏 你看我们等到我们说 无论是抗日战争 还是解放战争 还是 后来我们讲的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 俘虏再回来 你就是更惨 那么这样 我们可以注意到 等到这个 等到这个就是 高声号 日本人要求他拖进去之后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 这样的话就迟到迟到什么 迟到就 拖了之后 后来 这是租的欧洲上船 英国上船 船员们 船长都是欧洲人 欧洲人的就是现在的美国人 这种做派 打不过就投降嘛 投降就投降了 没问题了 结果这些人都投降到跳水了 日本人帮他们跳水 结果他们一逃走 最后剩下就是中国 中国人这时候就 这个船呢 就是漂流嘛 最后漂流之后就开枪嘛 开枪之后被日本就 就击沉了 接近一千名官兵啊 这就是家务战争 对这个爆发 那么这样一爆发之后 使中国很没面子嘛 几天之后 终日共同宣战 那么这李鸿章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 确实就有失误 当后来的李鸿章最精彩的 大概等到等到这之后 战争就这个样子 战争也没法往下打 再接着往后呢 就是 就是去谈判 谈判之后回来 就是第二年 回来之后 当然也受到很多的这种 很多的这种不理解和委屈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但是仍然你可以感觉到 蜻蜓被没并没有将 马关谈判的责任 压到李鸿章那里 今天实际原因 我又没法去展开去讲 就因为李鸿章在马关谈的时候 不仅被揽了一枪 很感人 更重要的时候 李鸿章去日本谈判 都有充分的预案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都是他临场发挥的 所有的问题在去日本之前 在北京有九天时间 每天上午都是和军机驻大臣 总理崖奔大臣 和皇上和黄大夫在讨论 晚上下午就和外国公司去讨论 所以我们就看到马关谈判签订 当天三国干涉还僚 那都是有一个外交应对 当然三国干涉还僚之后 后来也导致另外的结果 就等到两年之后的 焦州湾事件 这个什么 广州海事件 就是这几个国家在租界这个 那么进阶的后来就是 排外主的崛起 义和团的崛起 东南互保的发生 陷入调游的残满 这一系列都是李鸿章最精彩的 但今天呢 我实际上没把握好 前面讲多了 后边就没法去展开了 这个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再讲 那个讲的要不对的地方 大家批评 这个 谢谢